北京时间10月29日,NBA今日打响四场常规赛,其中凌晨开打的比赛中,又是做客巴克来中心,三杰就建立起了16分的领先,并顶住了对手末杰的反扑,最终6分优势取胜。 军事和独行侠的比赛随后打响,凭借着比赛一投,意味两节比赛的稳定发挥,军事队在客场带走了胜利,军事四连败的太阳和雷霆相遇,结果雷霆仅用三节比赛,就拿到了20分的领先,最终拿到了赛季首胜。 奇才和快船的比赛成为了今日的收官战,然而奇才表现糟糕,吞下了一场32段的惨败。 赛季首胜,雷霆立刻太阳为少,23加9全队6人上双勇士120比114篮网勇士显胜篮网豪取四连胜,库里创造三分记录勇士VS篮网视频,及景格林连线一颗送爆口四连胜的勇士租客巴克来中心。 面对近日两连外的篮网,篮网对第一节比赛勉强和勇士相知直落后三分,但勇士在第二节开始发力,单节赢下11分,第三节再输两分后,篮网只能带着16分的劣势,进入末节较量。 尽管篮网中将士在末节疯狂追分,但是比赛最后时刻,杜兰特和库里联手连续打进关键球,带走了比赛的胜利。 库里26投11中,命中7G3分球,砍下全场最高的35分,同时也创造了连续7场比赛命中,至少5G3分球的记录。 杜兰特20投11中,拿到34分8篮板6助攻,汤普38分,篮网队拉赛尔25分6篮板6助攻,雷维尔23分7助攻,军事113比104独行侠哥贝尔23加16小乔丹中三双,折士胜独行侠多三连胜,军事VS独行侠视频集锦, 陆比奥底脚三分方圆五米没人防客场作战的群士队率先进入状态,首阶比赛就曾建立其两位数的领先优势, 尽管独行侠在二,三节将分差缩小,但是爵士队还是末节提升了攻防的质量,重新获得10分以上的领先, 最终19分的优势战胜独行侠,拿到赞连胜的同时,也保持了客场不败的战绩, 军事队6人得分上双,多怒万米切尔,仍旧是得分尖刀,他19投10中砍下20分, 戈贝尔也发挥出色,拿到23分16篮板的大号两双,克劳的15分,尹格尔茨12分, 独行侠队丹尼斯史密斯27分,马修斯22分7篮板,小乔丹12分19篮板9助攻, 冻歇齐14分6篮板5助攻,太阳110比117雷霆赛季首胜, 雷霆立刻太阳围上23加9全队6人上双太阳VS雷霆, 视频集紧,围上场传输飞格兰特,双手包扣4篮板的太阳客场挑战同时4篮板, 并且赛季还未取得一场胜利的雷霆。 不可阴伤全身的情况下,太阳队并没抵抗太久,两队分差在第一节,就来到了两位数。 三节比赛战罢,太阳队已经落后了雷霆20分,比赛也就此失去悬念, 最终雷霆拿到赛季首胜,太阳队则,惨在5连板。 数据方面,乔治拿到23分次篮板,5助攻3强段,维绍同样拿到23分, 抢到9个篮板,并且送出7次助攻,还有4级强段进场。 诺埃尔初任先发拿到20分15篮板,太阳队艾顿16分11篮板, 沃伦砍下18分,棋材104B13页,快船快船9人得分上双大胜棋材阿里斯的22, 将11莫里斯山退棋材VS快船式平级紧,布拉德里兰下大茂沃尔棋材队客场挑战快船, 原本是一场势之力敌的比赛,在却运棋材场半收场,上半场比赛棋材队手段糟糕, 半场就落后15分,第三节比赛棋材队一度将温差缩小至10分, 在此后棋材突然断电,快船成绩连续命中三分球, 打出一波16比0的攻势,将比赛带走,棋材队在末节也没有做过多的抵抗, 最终以32分的练势败下阵来,因为这场比赛的势力, 棋材队已经在过去5次和快船队的交手中输掉了4次, 而在快船队的主场斯坦普斯中心,七台队更是已经11连半, 数据方面,沃尔18分5助攻,比尔20分7篮板, 莫里斯克福流感出战,但因为出现脑震荡的症状提前离场休息, 快船队9人得分上双,哈里斯22分11篮板,布拉德里15分5助攻, 牧羊人